狗狗吃饭正常但是不喝水 赵一强 职业寿医师 狗狗对水的需求是很往上的 对于成年以后的健康很多 如果吃饭但是不喝水 这种情况主人首先要考虑狗狗有没有可能从其他途径喝水 其次有些狗狗患有一些泌尿系统疾病 比如糖果结石 尿道结石 在憋尿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 无法弹药的表现 这种情况主人就需要及时的带狗狗到专业的处理医院 检查确诊 然后对症治疗 第三 对于一些患有肾病的狗狗来说 也会有不爱喝水的表现 需要加以鉴别 第四 如果狗狗是刚刚买回家不久的 这种狗狗有可能因为环境变化 对新环境有害怕紧张的情绪 也会出现只吃饭不喝水的表现 等狗狗适应环境以后就会有所改善 第五 对于一些常年被吃吃粮的狗狗来说 因为食物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它们对水的需求可能并不是太多 所以日常也会有不爱喝水的表现